最近有好多粉丝宝宝私信我 有没有适合 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三只 当然说起来六个鼻胸看一下 先看一下第一只 第一只是垂耳寒系鼻胸 天哪 它太可爱了 对 后面两只是缝耳的 等一下给你们一一展示一下 看一下还涂着小舌头的 然后嘴巴也比较短 耳朵是垂耳的 小腿也非常短 看一下 这只性格就比较温顺 就比较陪伴老人 或者适合孩子养的 都可以的 这个毛脸也特别好 看一下 太爆了 像个大毛团一样 是的 对 看不住下三个月的 体应也不大 挺小的 哎呀 你真的太乖了宝贝 超甜美 这一只 是的 来 看一下第二只 第二只长得和第一只 完全感觉都不一样的 是的 第一只感觉憨憨的 对 沾萌沾萌的 哎呀 看一下它的体应 这个体应就稍微大一点 三只体应里面最大的 如果新手养的话 不建议选体应小的 就选这么大的就行 这一只是弟弟 如果喜欢的话 你们也可以选它的 来 接着再给你们看下第三只 你也这只笑的 这都太开心了 是的 太值一了 看一下这是第三只 第三只也挺可爱的 对 还吐着小舌头呢 对 这只眼睛也挺大的 哎呀 想睡着了 鼻头也特别小 小腿也短 这个体应就比较稍微小一点 三只体应最小的就是它 如果家里苹果不大的话 你们也可以选它的 体应比较小 别看小话 不过特别好养 很想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状态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们新手养的话 一定要选一只状态比较好的 然后体质好的 能吃能喝的 这样是最好的 这样你们到新家就比较好养一点 像这里的话 吃的就比较胖胖的 你看这三只一只比一只可爱 是的 哎呀 咱们下来给大伯儿一会儿吧 好的 哎呀 看俩关系真的太好了 对 还好 笑的一只比一只开心 看着你傻傻笑 傻傻笑 披着你就笑 没有你的陪伴 一点都不好 看着你傻傻笑 一共两只贝尔的 一只扯尔的 看一下粉丝们 你们更喜欢哪一只 都给你们找好家宝贝啊 拜拜啦 拜拜 你还得小晒着了 是的 休息一下吧